中国青岛爆发院内群聚感染 十一长假青岛疫情四散 中国山洞省青岛市发现院内群聚感染武汉肺炎 皆与青岛市休克医院有关 目前该市移驱动大规模全市900万名市民的核酸检测 根据青岛旅游局的资料显示 中国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 青岛共接收了447万名旅客 却在十一连假之后才实行检疫 青岛控成为第二个武盒 疫情引燃四散全国 青岛共接收了44万名旅客 Zither Harp Zither Harp